二哥 你怎么进来了 金光瑶慌忙将找到的东西藏在了袖子里 却看到蓝西辰已然同那化成鬼魂的聂明爵动起手来 阿瑶 这儿太危险 大哥明显是冲你来的 你快到走吧 蓝西辰叹了口气 他还是不忍心对自己的这个异地有任何杀戮之心 哪怕知道他天理不容 哪怕知道他犯下了滔天罪行 二哥 你不就不问 为何大哥的鬼魂一直要追杀我吗 金光瑶像是已经看透了这一切一般 站在那里 也不避让 也不逃跑 这个 我大概猜到了 我希望 你还能够悔改 你走吧 这我挡着 外面 忘记他们也不会为难你的 蓝西辰有些分心 他希望金光瑶快些走 这是自己最后能为他做的了 二哥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我前些日子还囚禁你在金灵台 金光瑶一时雨色 你也没有对我怎样 除了框片忘记来 但是却没有伤害过我们 二哥 我从未想过要害你 大哥 大哥他也是 我只不过杀了一个对我有偏见的人 他却反反复复地提起 这么多年就只有你对我最好 二哥 小心 金光瑶说的话明显让蓝西辰分了心 坝下的寒光掠过蓝西辰的耳边 胸掌 一道蓝光闪过 坝下的锋芒只在蓝西辰搏梗上 落下一道浅浅的血痕 金光瑶 你不必再扰乱我胸掌心神 蓝战拿着壁尘 直指金光瑶的咽喉 二哥 我没有 金光瑶慌乱地看向蓝西辰 蓝战 我这具身体 和金光瑶也有着血缘关系 我看能不能把它引回棺材里 你来助我 卫英把陈情横在嘴边 吹起了曲调 用着温宁身体的聂明爵 明显感觉到了这不一样的气息 跟着卫英步步走向棺材 蓝战随后提着壁尘跟上 生怕聂明爵伤害到卫英 聂明爵明显没有这么好的耐心 他挥起霸下 就向卫英砍去 卫英此刻必无可避 他已经退到了棺材边上 聂明爵却丝毫没有要从温宁身体里出来的意思 卫英 蓝战此刻去抵挡已经来不及了 他一把将卫英抱了个满怀 身后 却结结实实地被霸下一刀砍下 蓝战 卫英呆呆地看着那鲜血从蓝战嘴角流下来 他伸手去擦 却怎么也擦不干净 卫 英 蓝战艰难地吐出这两个字 但是双手 却还死死地抱着卫英 不肯撒开 旺机 鲜血在蓝西尘面前炸开 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只觉得双手不由自主地拿起猎兵 却抵御聂明爵的攻击 蓝战 你放开我 让我看看你的伤 倒地的瞬间 蓝战怕卫英摔伤 一转身 让他刚才受伤的地方重重着地 卫英则完好无损地趴伏在蓝战怀里 无事 你没事就好 蓝战搂紧了卫英 不让他动弹 蓝战 你放开我 卫英歇斯底里的吼 蓝战却置顾了他的身体 这是怎么回事啊 聂怀桑在尖叫 金光瑶在哭泣 所有的一切 都充斥在卫英耳朵里 他想这件事快点结束 刚才蓝战还答应自己 事情结束之后 他们两个要隐退 要去游历大好河山 这时候 温宁的身体 又转向了金光瑶 旺基 蓝西辰扑向自己的弟弟 他先将卫英从蓝战身上拉起来 蓝战手中还一直紧紧地拽着卫英的一脚 旺基 无事 我会护卫公子周全 你现在伤得太重 我先带你出去 蓝战 你不要担心我 你 你真的伤得很重 卫英觉得自己已经快要无法思考了 他现在顾不得金光瑶如何 顾不得温宁如何 他满眼全是蓝战的血 他都怕蓝战失血过多而死 卫公子 搭把兽 咱们先把旺基送出去 蓝西辰看到卫英已经手足无措了 他现在必须保持理智 二哥 你快带韩光君走吧 面对坝下的韩光 金光瑶不想再抵抗了 恐怕今日这观音殿 就要成为自己的葬身之处了 不可以 蓝西辰顿觉头痛欲裂 一边是伤重的弟弟 一边是自己一直放在心家上的人 二哥 从今往后 我们就是结拜兄弟了 阳光照着温和的笑容 就这么一直印在蓝西辰心上 从今以后 你在我心里 就是和旺基一样重要的人 蓝西辰记得 自打第一次见见到金光瑶开始 这个人就住在了自己心里 并且对他毫无戒备 前些日子 金光瑶相邀他去金灵台小住 其实他已然知道 这件事不对劲 但他还是依然决然地去了 他相信 这个自己已成相待的人 是不会对自己不利的 即使是在他将自己灵力封住 自己也从未怨恨过他 只是从心底去心疼眼前这个人 没关注 所以最后 我们把他们的秘密尽 我们有什么